針水埗 風樹街這邊 正在走去剛剛減價的項目 鴨寮街的喜陽 之前開兩萬元一呎 現在減到一萬五千多 沒有那些大單位 全部小單位 開放式大概三百出頭 一房大概四百出頭 整個項目不多 一支個 都是八十幾戶 像這些單凍樓 純粹買來投資 或者買來上車 買一個豆子 然後自己先住 然後將來有錢再換回去 現在他入貨價就減下去 我們看看他層樓的質素是怎樣 我們現在來到鴨寮街這邊 九十三號 進去看看 你好 謝謝 這間就裝修了的開放式 裝修完之後很美 還有他做了角樓設計 上面就睡人 下面做一個廳 用一個整組電視櫃 哇 設計師挺懂的 這麼大的空間 一個沙發 坐下來看電視 然後就進去廁所 然後這裡就露台位 基本上很方便 然後床就這樣爬上去 上面都遇留了空間 坐在家裡 站著就未必可以 然後這裡就浴室 浴室就沒有改的 原來浴室那邊有窗的 很小的窗 哇 然後這裡就有個大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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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廁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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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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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一字型的廚房都很帥 這個窗的設計真的很棒 有一個窗景 整件事就沒有那麼單調 一張餐桌、梳化、電視 電視就用櫃去間都可以 有一個平台的單位 這個就是招標的平台 真的很大 如果在市區有這麼大的平台 其實都挺爽的 上面還有一些高一點的樓 但是這個視野OK的 望的方向 原來都有重建的可能性 但是你市區樓都是樓對樓的 這個餐桌 煮完、吃、休息 然後我可以 走出去一個大的平台 書指在自己身心 然後他就 一間房 上面做床 這裡做書桌 這個可以接受到 但是要留意高度 我現在就168 就是高一點那些 做高一點 起身一點點 然後這裡就是浴室 浴室都夠起來 而且他有窗 深水埗這邊就比較平民一點 東西都會便宜一點 都跟大家看看整條街 整個區域你都看到 都是一些矮樓比較多 舊樓 都遇到會卡社重建的 樓下有東西吃 有東西買 市區盤就屬於一個比較方便 其他問題 住市區就遇到會吵一點點 總體而言 整個裝修的風格 我自己挺喜歡 你們又覺得怎樣 今天的節目就這樣 我是Louis Wong 我們下期見 拜拜